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一个礼拜都没有断过队 你觉得我最近也来看的 就算007也好 对吧 新版007 新版007 还有我昨天你啊 我看了个悲惨世界 孤星泪 那个音乐区这次得奖的 这次得奖 还有一个你知道吗 就是得了金球奖的 那个就是干掉了林肯 就是那个保 香港翻译叫保爱福利 那个导演也是演员 演的什么 阿狗 救生行动 哎呦 非常好看的一个 人民翻译的很糟糕 救生行动 大陆翻译叫逃离得黑蓝 那还比较比较靠谱 香港管所有的007都叫铁金刚 什么铁金刚大闹天下城 这个翻译的真糟糕 那个阿狗 对这个 因为很老套的故事 很老套的桥段 他拍到的最后一秒 还是那么紧张 你还是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 而且他是真人真事 所以但是他得最佳片 我其实有保留 这个所以叫逆袭啊 最佳片 我都知道他比李安那个好 我就我就不能肯分 对这样才难呢 紫东 他把那么真人真事 其实那个桥段 这样也大家都知道 可是还能拍到你 感觉很有悬疑性 这真人真事 我们都知道 可是好片要小心啊 我还有一部 你有去看吗 On the road 叫在路上 是你的名著改编 凯路亚克的那个 对对对 我就跟我女儿去看嘛 好 我觉得年轻人嘛 讲反叛嘛 我希望我女儿 多接触这种电影 好看是好看 可是里面很多 深情场面 性爱了是吧 那我就很尴尬 跟我那个许九岁的女儿 坐在旁边 对实际上你现在并不能 肯定知道你女儿 干了些什么 对吧 就是啊 就是那一边看 还是儿子好 那看着荧幕你想一下 看着荧幕 然后他有好几个层面 因为讲公路电影嘛 在路上开车 在路上来性爱行为 女的邦然的这个 我们一边看一边 我女儿倒是非常大方啊 我就一边看一边 就不好意思 对 看完之后 有没有对女儿 进行一些性知识教育 本来想了 后来还是还是 还是还是想 他懂的一定已经比我多了 所以就算了 就是 有观众说 女孩子跟父母一起看 恰恰三人行 也发生这样的情况 没错 当你们讨论 AV片啊 什么之类的 知道就是 所以我们节目啊 其实说白了 是小众节目 就不是给大多数人看的 我觉得应该有这个正确的理解 一方面因为凤凰卫视本身就把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边缘化 是吧 这个是 所以我老就说我们的节目啊 比我们的播出时间好看 比我们的制作条件好看 但是有很多地方中午在餐厅里就在那里放 那就没办法了 不就是 集体淫乱 但是我就觉得慢慢的人们的承受能力也需要提高 对吧 说说算什么 那电影里演出来 那你像那个满城近代黄金甲 那个大奶子就一个个黄黄黄黄 那还小意思了 刚刚的新闻 大刀主去世 感官世界 那是一代大导演 那真是厉害 感官世界看的 那真叫震惊啊 日本电影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黑泽民大刀主 对对 我是说的电影啊 还有一个电影 让我啊 最近的有两个电影啊 都让我兴起了重读经典小说的兴趣 一个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孤星泪 悲惨世界 这个拍的真是很好啊 因为我不爱看音乐剧的 你知道吗 我不喜欢看唱歌跳舞的 但是我发现他真的 他是这么写实的 这么写实的去 拍一个电影的音乐剧 好得不得了 我觉得 他那边最感动的一个歌 就是Empty Chair Empty Room Empty Chair 就是空房子 空椅子 就是革命过去了 战友牺牲了 就这个人回去 这首歌真是叫人感 他是歌颂革命的 但他最后又显示了革命的残酷性 在某种意义的荒谬性 对不对 这个房间 就这些人 他们都是自己的战友 现在过去空的桌子 空的房间 哇那首歌 可是这个剧 你们有看他的舞台版吗 歌剧版 我都有 我各种版本都看过 对 我觉得因为看过舞台版 还是会喜欢 歌剧版 音乐剧版 他唱得好 唱得好 不仅唱得好 因为电影有一个问题 他控制了你的眼光的所在 你的焦点 对不对 他镜头 明明有一群人在那边 他镜头拍着他 你的电影观众就只能看着他 然后镜头拍你 我就只能拍你 可是在歌剧上面 在舞台剧 音乐剧上面 是开放的 是的 那么多人在那边 我可以看你 然后马上看你聊聊 各有各的魅力的特点 但我要说的是 比如说这个悲惨世界 这个孤星泪 我看了之后 我就开始揣摩这个作者的原意了 就是当年看这个小说的时候 都没印象 都忘掉了 但是后来我在巴黎 真的去了这个雨果的故居 哎呀 我觉得雨果了不得呀 雨果放到中国古代呀 那就是琴棋书画呀 琴棋 你看他的故居 他自己画的画 他自己弄的雕塑 这个是个 这个是个权方面 甚至他特别喜欢收藏中国的这个古董 就是雨果 而且我会觉得哎 雨果好像是一个讲仁慈的人 就是他把最高的价值啊 这个标为一种 就是人 就是人道主义者 人道主义者 雨果就是定义 什么叫人道主义者 他骨子里就相信人性之善 你看他整个故事里边 最感动最经典的是两个场面 一个就是让我让 偷了那个那个神父的 神器走了 银器 回来那个神父说哎呀 你忘了还有一个东西没拿 他彻底改变他的一生 对 第二是夏威 这个警探一辈子追他 追他追他 最后他放走他 最后夏威 无地自容 塞纳和尚 自己跳 这个夏威就代表法律 就是说 就是再坏的坏人 也有天良发现的这一天 他对人性这个信仰 虽然我活过这么多年 这个世道告诉我 雨果相信的东西 不存在 可是我仍然愿意追随雨果 我觉得你对这个警察的这个理解 我还能给你增加一些 我不觉得这个警察是坏人 就是说他并不见得是说坏人 他尽责 对 他是一个尽责 你知道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 生活里 就是就有所谓的咱们叫这个老教条 老古板 比如说相信你坏人 你就是要受到惩罚 对吧 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我不管什么法律 不外人情 对吧 你就是偷了一个面包 哪怕你是为了救你孩子的命 你偷了个面包 你该做多少年 就做多少年 你敢跑 我天牙海角 我也要追到你 你看 他是代表了一个法律价值 而且枯利嘛 枯利比贪官更可怕 而且他又更生一次 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这种恩仇 就盯住这个男人 很多人可以回头想想 你一生就一个男人在盯着你 对 追到你死 然后这个人要死了 另外一个人也活不下去 就是就是这种仇恨啊 这种仇恨变成了 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同性恋 沙维尔跟杨华尔啊 这个关系啊 这非常非常 所以你就讲这个人道主义啊 就是说你看这个里面就讲了 这个法国大革命 是吧 皇权 制度 法律 一切的一切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啊 他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仁慈 是在这所有一切之上的 我觉得这个是了不得的一个价值观啊 但所以为什么我说兴起这个兴趣啊 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说的还不是这个悲惨世界 而是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这个电影啊 也拍的挺好 也拍的挺好 而且用了很多手法啊 这个都不用多说 我但是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 倒引起了我想再去看看安娜卡列尼娜 因为说实在的 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啊 我都忘记了 徐老师你是研究这个的 你还记得 这个现在这个版本的那个安娜卡列尼娜啊 他在手法上做了大突破 他把生活的场景舞台化 对 他明明可以在野地里拍实景的 他把他他赛马都在舞台上 对不对 人的 但这个这是很新颖 因为因为他是名著 在人家国家啊 但是太耳熟能详了 你一定拍点心意 所以也有很多保守的人会觉得 他这个就是电影手段方面啊 太出心 不还是喜欢老的 不 但是他在总体上啊 他回到托尔斯泰的本意 他跟以前的这个各种电影改编的 安娜卡列尼娜啊 就把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单独突出 把列文那条线给忽略掉 我以前小时候看小说的时候 我也是两条线啊 我看到列文那条线就头痛 就是那个那个农农卓 就到乡下劳动的啊 就是那个 其实托尔斯泰自己的化身 对 这个人就托尔斯泰 对 就那个故事很闷啊 就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 就是很闷的嘛 所以他就 可是他这次把这条线恢复了 而且 两者做了非常微妙的对比 对 而且为什么我就觉得 我想这个再去看看这个原著 这位印象 但是 是我变了还是怎么样 我今天在看这个电影啊 你知道 我有了新的伦理观 我觉得 所谓大作家可能是这样 没有一个是坏人 或者说要坏都挺坏的 就是说 安娜卡列尼娜 今天你跟咱们朋友之间平心而论 这是什么好太太吗 这是什么好女人吗 你也可以说 这两个词不能重叠 她不是一个好太太 但是是一个好女人 好 我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咱们广告之后 枪枪三元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广告之后 我就把我自己当成这个局委会大妈 来说说这个事 你这个安娜卡列尼娜 对吧 你跟你的老公 有没有什么爱情 是另一回事 好 你去找情夫 对吧 你去找了 找情夫之后呢 你老公知道了 但是你老公知道了 还是加以容忍 就你只要幡然悔悟 回到我们家庭来 既往不咎 咱们还是过咱们的日子 但是呢 他不肯 不肯也就罢了 而且呢 就还公然的跟自己的情夫在外边柳啊 是吧 甚至于你想 跟自己的老公在一起 看这个赛马 看赛马 然后看见自己的情夫从马上掉下来 当着大庭广众 当着全社会的面 哇 大家大惊 这样失态 对吧 你给你自己的老公 这么样的不给面子 但是最后呢 老公还照顾你 所以你要站在居委会大妈立场上讲 这个老公是个模范丈夫 这个他老公应该叫什么名啊 卡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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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刚结束的时候 大陆放了一个BBC版本的连续剧 安娜卡列宁 在电车上 我听过一模一样的议论 用上海话说的 说这个女的桌 他说这个老公蛮有钱的 桌啊 你知道桌这个词吧 就是 生事情啊 就是 这个女人啊 有钱不要 老公啊蛮好的 有地位 有钱 对 到外面去找小白脸 家里房子也蛮大的 儿子也这么大了 做啊 什么什么 当时就有一个舆论 这个是一直有这么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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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 另外呢 这个戏做了一个微妙的变化 就原来的卡列宁啊 是一个老头 对 就他地位很高 但他很闷 这次呢 挑了一个 Judy Law Judy Law是一个出名的靓仔 跟嘉惠一样 这个是一个 很出名 他平常都是 所以Judy Law呢 把这个人物呢 演得复杂了 对 你知道原来的评论 是怎么说的 最虚伪的就是卡列宁 卡列宁 你女的不爱你了 那你要么就跟他离婚 就走 要么你就求他 让他回来 他不是 他容忍你 你有男的 可以 但是你得跟我保持关系 你在外面 不能够出面 就是让你偷情 但不能追求 公开的追求恋爱 那叫为什么 这叫虚伪呢 应该是最伟大 你看 你讲一讲 既然长得像你 你要为他说说话 没有 首先我非常佩服 你们两位 这个小说读得完 我这小说读了三遍 每次每一遍 都读到第25页左右 我就停下来了 电影我还没看 可是我听你们讲的 那个那么精彩 这是个家庭伦理问题 我听起来 老公是最伟大的 他歌颂 除了歌颂 那个女的追求独立 追求爱情 追求自己的快乐快感 他能够碰到这种老公 真的是他的运气 所以我很惊讶 子东你刚说的 最虚伪 好像他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离婚 要么求他 不要这样做 可是我完全可以不离婚 也不求他 别这样做 我就用这种方式 他喜欢这样做 我就爱他 我爱这个人 我跟他一起来 他不爱他 我跟你说 今天世界上的婚姻 爱的也不多 就是这是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不是个卡列宁 本人是好男人 坏男人的问题 他是个永恒的问题 就婚姻制度 本身的这个存在 这个问题 而且为什么你说 他演的复杂了 我就觉得 我对这个卡列宁啊 有了更多的理解 过去我总觉得 卡列宁 肯定不是个好人 那卡列宁 那是个好的 是吧 但是我现在觉得 这个你要进入 人家的环境 比如说卡列宁 难道他 他为什么要维护 这个婚姻 首先一个是 信仰的理由 有些像西方人这种 他信仰 我们在上帝面前 在教堂举行婚礼 这个婚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们都不可以背弃 这个盟事的 其实直到今天 也有少数人 还是这样 就像说结婚 为什么像逼人撒谎了 什么你会不会一辈子 永远对我这样 明明知道他做不到 为什么要这样骗人 但是你看 卡列宁是个什么人 他至少原因之一 就是说 我们在上帝面前 发过这个盟事 这婚姻怎么可以 说不要就不要 再一个 他是国家重臣 国家大臣 那么 这个才是主要的原因 是吧 是为了他的官位 是为了他的社会地位 是为了这件事情 他最重要的是 这个丑事啊 不能扬出去 我要维持 否则是对我的权威 对这个挑战 那么我跟你 所以在原来的 或者很多评论家看来的 或者在我也同意的 就是说 这个男人是一个 很残酷的男人 他明知道这个女的 他曾经是你的太太 或者他现在 还是你的太太 他已经不爱你了 他已经要走向 自己的生活了 你也可以让他去走 可是我宁可 把大家都治死 我把你也治在 这么一个死的地府 他永远不会得到幸福 但是你就只能这样 他把他看成 他的所属物 所以这个男人 是很酷的 可是问题是 那个女的 还是可以一样 找小白领 对 没有妨碍他 没有妨碍他 但是问题是 安娜不是这么一个人 安娜为什么伟大 安娜为什么 你刚才讲 托尔什泰的目的 托尔什泰写之前 写过 我要批判一个 堕落的女人 她的动机是这样 可是文学创作就有这个奇能 她写着写着 超越了她自己的主观目的 而在为今天世界上 屈指可数的世界名著里边 这个女的 她不要苟且 她不要肉体的欢乐 她要的是自己的爱情 不 我现在对她有点不同意了 我认为我同意托尔斯泰的初衷 这小说要是放到中国古代演绎小说 你甚至可以说托尔斯泰写的是因果报应 就是说被弃婚姻这么搞 是会得到你的欢愉 但是最后你会有轮回果报的 比方说要叫我 你比如说我看这个电影 使我得到了一些感觉 我觉得安娜卡列尼娜这个女人 要爱情是没错的 可是你为人有问题 你做人有问题 叫今天我要衡量一个人 咱就说买卖不成仁义在 是吧 或者说夫妻两口子 没有爱情没有关系 但是你这个事情该怎么做 你该怎么处理 你比如说她是一爱上 完全不管老公的面子了 对吧 或者说到最后 连她的孩子都不要了 都可以不要的 不是 她后来之死 就是因为老公不让她跟孩子接触 她想要孩子的 就是老公知道她这么需要孩子 就把孩子作为一个筹码 不让她接 回来再说 回来再说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连续七十年下期 国人出国的旅游 也真的是很旺 就像出了笼的鸟一样 这种的旅游的变态的心 挖起口水 这个不守规则 大声声 最根源的问题 过于自我 缺乏功德意识 明星银行信用卡 社会正能量 星期六 新世代青睐 行动开始 嘉惠得说说 老师我们俩说 我小说没看完 电影还没看 所以我真的无话可说 可是我就决定 马上要去看 可是那个 最后那个女的自杀 选择自杀 是因为被逼得走投无路 这个是 假如他在前面那么勇敢 又去养小白脸 又像你说的 完全不给丈夫 不是养小白脸 要追求他的爱情 那个男的也还是有钱的 那个罗隆斯基也还是有钱的 他后来的 他的死因有几条 因为他不能见儿子 他也不能离婚 然后他去公众场合 受到整个社会的排斥 这样呢 他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使他对于现在这个爱 就变得非常沉重 所以他怀疑 罗隆斯基 就是后来他这个男的男朋友 对他不忠 其实小说写得很微妙 没有明显 罗隆斯基对他不忠 但是呢 他因为这个爱太沉重了 就爱不能沉重 这就是鲁迅当年说的 爱是要有所复利的 你要背弃了整个 当时社会环境 求你们的爱 最后爱情会变质的 爱会变质 你为了这个爱 你牺牲了所有的一切 那么这个爱就变得非常沉重 有任何东西 他就承受不了 所以他最后就卧轨 不我非常有 感觉有意思的是 文涛的态度的变化 文涛要是20多岁的时候 他一定认同 罗隆斯基这个角度 去看这个小说 我过去得到的印象 现在呢 你看他站在 卡雷宁的角度来思考 我对卡雷宁 有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这个一方面呢 使这个电影 我刚才讲 杰迪洛演的卡雷宁 比较复杂化 尤其那个结尾 他把两个小孩 都在草地上看 也许还有一个原因 是演安娜卡雷宁 那那个女演员呢 比较风情 不够漂亮 不够漂亮 她不够单纯 她不够那么 那么善良的感觉 她比较风情 还有一个 你年龄地位的变化 这个都有感觉 这我就觉得 这么一女的 还真的要不说 人没太大变化 接着向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